大家好 这节课和各位分享一下 wordpress网站建设流程 是一个简要流程 对于没有做过网站的同学是有帮助的 网站建设项目的前期准备阶段不在话下 这节课主要分享的是 作为网站建设服务商在执行阶段的流程 第一是wordpress的安装 需要一小时左右 包括下载wordpress原码 安装wordpress 安装主题 安装主题的弹幕演示站 这里不包括域名解析 也不包括空间面板的设置 只是纯下载和安装 差不多一个钟头就够了 但是如果因为主机出现问题 可能会导致一两天都无法正常安装弹幕 这个关于主机导致主题不能正常使用 在之前介绍过很多了 这里不详细展开 第二个是网站搭建阶段 一般做一个网站 真正做的时间要三天以上 这里面都包括什么呢 这个时间主要是用于网站建设 把wordpress主题 那个代目演示站的那些数据 页面文章设置等等 都改造成甲方要求的网站 换成甲方提供的资料 网站的每个页面如何制作 这个讨论过程应该是在网站建设项目 执行阶段之前 说简单点就是在签合同之前 先把每个页面怎么做先确定了 然后以书面的形式附在合同的附件里 讨论网站如何制作 有可能会花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需要甲方和乙方共同来制定 这个三天时间是纯粹的网站建设时间 因为之前一切都确定好了 资料也是准备OK的 所以工期也能确定 网站建设完成之后 把网站提交给甲方 然后甲方看到之后提的修改 以及后面的修改时间不在此时间段 下一个是系统调试与速度优化 这部分工作比较琐碎 而且贯穿整个网站建设始终 比如像域名的注册和设置 主机的购买和设置 然后域名解析 然后服务器的购买和设置 还比如Wordpress自身的优化 主题的优化 还有为主题修改图片尺寸 以及网站整体性能的优化 安全加固等等 都是一些很琐碎的工作 但是这对一个网站也是很重要的 最后讲的这部分 贯穿于网站建设始终的 这个系统调试与优化 这部分时间无法预估 因为有一些是不可控的因素 可能会遇到一些新问题 找问题的解决方案 时间也不确定 有些需要第三方来解决 等待他们回复的时间和次数 也无法估计 一个网站建设项目整体算下来 对于一个网站建设属手来说 一周做好一个网站不是什么难事 但对于新手来说 工期不好控制 因为网站建设期间 有很多的不可控因素 下节课会详细给大家展开 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次课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